那些人經常問 下班了 星期六日會搞什麼呀 如果根據事實去答 就會有兩個答案 一 就是打遊戲 二 就是寫曲或寫詩 哎呀 不是這兩隻呀 不要配錯圖啦 我知道曲和詩呀 但無論答了什麼 人們跟手第二個問的問題就是 上班又對著螢幕 下班又對著螢幕 你的眼睛不累嗎 不悶的嗎 嘖嘖 錯了 對於一隻IT狗來說 寫program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能量來源 當你看到自己做的東西 由零變到它自己會動 真是很滿足呀 比較類似的興趣 就例如砌模型 或者畫畫 我經常都說寫program真是一門創意藝術 但寫program又跟上面不同 畫畫你也要買紙筆和顏料 基本上寫program 你只要有一部電腦 就什麼都寫得出 什麼都可以做 指派你想不到 program 真是窮人恩物呀 自從有個GameBar打 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無緣無故在Facebook上直播Human Resource Machine 嘩 不得了呀 真的 不要被它的名字騙了 其實它是一隻Game 而且是一隻program game 嘩 而且死了 還把我最喜歡的兩個元素 program 和game 都炒在一起 我覺得就好像中了精子的毒一樣 即是要7天裡面 即刻傳給其他人玩 才不會毒發身亡 啊不是呀 比精子更加毒呀 我當時就好自願地傳給其他人看 最後我九股應該有10個8個朋友被我感染了啦 現在 我決定感染了 看著這條片的你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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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一排in 右邊一排out 再給你兩個command 一個叫inbox 一個叫outbox 嘩 真是用膝蓋去想啊 都知道要怎麼做啦 input output 可以說是program 最基本的設定 哈哈哈哈 那個公仔跟著好搞笑 哎呀 要3個才是 用膝蓋去想著那樣是會糟糕的 Switch是有support touch screen的 但是你看到有點餓氣 因為我要錄到電腦上 所以用joycon做jack and drop 平時我們做step by step debug 是這個樣子 現在呢 在遊戲裡面 那公仔會跟著你那個pob人來走 真的好可愛 好可愛 去下一關看看 我的老闆的廢話 更多個Keroro 好啦 不要再9up啦 我這次多了一個drum command 這隻game的language 十足十的assembly 勾起我小時候玩8051的回憶 不要以為assembly是古董東西好廢啦 我身後面自己砌了兩部3D printer 有時候要改它的firmware 都要用到assembly 頭十關八關呢 其實都是慢慢加些command 之後就會開始大vill 最瘋是會有memory in direct addressing 說真的 如果要爆機的話 這裡所涉及的知識 起碼是兩個大學的CS course 現在不是很流行什麼bootcamp 又吹什麼STEM呢 如果時下有年青人問我 不知道入不入IT9這一行好呢 我見人們在植谷買好多錢的 我會重點推介這隻HRM Human Resource Machine 玩回三五七天試試看 如果喜歡的話 基本上你都很有潛力 但如果最後發現 那麼久玩呢 那你終於躺下來之前 真的要想清楚 不要看小它這隻SMV根本不是現代語言 甚至乎這隻SMV假的 只是這隻遊戲獨有的 說真的 Programming的重點從來都不在於用什麼語言 正如畫畫的重點 不在於你用什麼筆 或者什麼畫質 而是遇到的問題要試 有時候要加一些創意 而且解決了 最重要是你覺得開心有這個feel 這樣你才有一個內在的推動力 去不斷創新和不斷試新的東西 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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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寫了差不多三十年鋪緊 還有這一個白癡筆啊 再來一個 就好像剛才那樣 一剔過寫了不適合就是加上變化 不知道自己犯錯要不斷改 有時候是這個世界一直變而不可以停下來 尤其你看看現在smartphone出了十幾年左右 就反轉了這個世界 一般來說上班要回40年才退休 如果你覺得一直去追技術是一件苦差而不是樂事的話 很快你會頂不住要轉行 而這隻HRM某程度上就是將IT940年的工作生涯 即是不斷撞板、嘗試、又搞定這個循環 濃縮殺到一隻劍裡面 讓你用3、7天的時間體驗一下是否真的喜歡做一隻IT9 整隻遊戲一共有41關 而且每關都有兩個選擇的Size和Speed Challenge 這隻遊戲不止任天堂的Switch有 還有PC、Android、ROS版 有興趣的話就回到各自的App Store下載吧 最後這個時間就等我們慢慢欣賞 第41關Sorting 4 I嗎 I, sowso BTS 獲得 Android ik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